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剛剛那場波,嘉雲里因為受傷,沒有出動 但剛剛看到一個報道,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就說曼聯真的要和他慢慢坐下來談 究竟那一年的自動作業條款,曼聯會不會行使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一般來說,這個自動作業條款 就是球會選擇去選用,曼聯是有主動權的 但蘇西柱也曾經說過,他知道卡雲里 可能還有幾年貨幣,也很滿意曼聯的表現 所以他就會和卡雲里很想坐下來談談 究竟他接下來幾年的計劃是怎樣 曼聯的計劃和他的計劃會不會有些重疊的地方呢? 即是雙重疊的地方呢? 所以呢,這個會面我相信將會發生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已經發生了 看樣子就是說,不是只是談判 只是踢著那個自動作業條款那一年這麼簡單 因為之前伊巴的合約和卡雲里的合約都相似 但是大家都可能會記得 由於伊巴有一個受傷的影響 結果,好像最後沒有行使到自動作業條款 讓伊巴可以自由身離開的 所以這個是有些變數 始終無論是當時的伊巴謙武器 或者現在的卡雲里 都是一個年紀比較大一點 所以可能都會 續約那方面都會比較小心一點 但是,看到卡雲里今年對著我們球隊的影響 以及你看到他的身體狀況呢 我想呢,就是你說 反而那個方向可能是 會不會再談長一點的藥呢? 即是可不可以把現在的那張藥 本身就是今年1加1 會不會是下一年再重新來過的1加1呢? 即是說下一年是一張新藥 接著還有一年的自動作業條款的條件 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有些可能的 不過還是要小心的 始終呢 老將的事情呢 有時候都很難說 所以呢 不要那麼快決定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是 讓卡雲里繼續好好發揮下去 去到四月左右 即是兩個月之後 即是懸弱的兩個月之前 才去落實呢 就會大家都公平一些 因為老實說 去到卡雲里這個年紀呢 他未必一定要在那裡踢 你不要以為他一定要在萬聯踢 你不要以為萬聯 就是要他多一點 其實 你不要以為他靠萬聯多一點 其實現在可能是萬聯 靠他多一點都未頂 為什麼呢? 接著我會跟大家分享另一篇文 早幾天看到 就是卡雲里的一些數據 卡雲里的進攻數據呢 就不用太多說了 今季來說呢 已經幫我們入了七球球 甚至乎入球多於Marchier 另外呢 他那個 長均的入球是0.49 射門是2.23 那所以呢 是相當之出色的 尤其是以他呢 就是上陣那麼少呢 其實這個數據是相當厲害的 但是 但是 這個都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他最厲害的地方呢 大家就要看一下畫面了 我有張圖表的 圖表的打直那條Axis呢 就是那個 他可以在90分鐘裡面呢 有幾多次給到對手防守的壓力 打橫那條軸呢 就是這個 每90分鐘呢 有幾多個Tackle 即是攔截到對方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在卡雲里 在這兩個 前鋒上高的防守數據呢 他兩樣東西都差不多 是排到頂級的 那麼呢 尤其是呢 大家要看看 他附近那些是什麼人 在這個Tackle 即是打橫那個 跟他一樣 那麼上一勁的 那個就是肺明爐 而 在這個Pressure 即是給對方壓力呢 跟他平排的 即是打直那裏 跟他平排那裏 就是有Muchelman Sala 在那裏 所以呢 其實嚴格來說 在這個前鋒的防守能力 他是肺明爐加上Sala 的混合體來的 以他現在的年紀 可以做到這一點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誇張 那麼 我們也有個球員在那裏 例如Mason Greenwood 都跟卡雲里有少少的距離 但是呢 都在這個數據裏面 即是他防守方面 都算是幫得多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真的 我想呢 卡雲里呢 除了在進攻方面幫到我們 在第一點的防守 亦都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這件事呢 我想我們都已經是經常見到 我很記得 在帕大北角度 我經常都說 我們萬聯的高額 很多時候就是 Buno帶隊 但是呢 當卡雲里來了之後 就不用Buno帶隊了 卡雲里做了第一點 然後Buno就在後面幫手撿漏 鬥後 其實呢 是有效率很多 因為呢 之前呢 如果卡雲里不出場的話 Buno就要做了 但是呢 我想除了卡雲里做得好之外 我想都要賺 Greenwood 剛剛那場球的歐爆杯 你看到呢 Greenwood可能都真的 在卡雲里身上學到東西了 在他打九個位的時候 他都做了類似卡雲里的事情 幫手去做pressing 再加上 不知道昨晚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 最後我沒有打算做 但是都 哇大家說 就是Arma這麼厲害 我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了些什麼 那Arma呢 第一件事我留意到 當其他隊友去pressing的時候 他是聰明地 因為他可能知道自己的pressing 未必是那麼好 但其實不是他 於二十三都做過 但是呢 他聰明地明知自己的pressing 即是他那個位置 不是他的pressing 他已經聰明地去那些位置接應 還有呢 他會幫手去風扇 所以呢 老實說 接下來 有卡雲尼 或者是卡雲尼班的Greenwood 再加上Buno 還有如果Arma 真的可以很快 體格上高 體能上高 應付到 一隊 最重要是英超的比賽的話 那我們前線的壓迫 是有機會再提升 當然啦 如果福馬肯去學的話 我相信他們都有能力 因為曾經 其實有一段時間 不知阿記不記得 是摩連奴的一段時間 以及蘇斯特查的初期 其實福馬也有份幫手press 不過今季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兩個就沒有做 而已 所以呢 只要眾志成成的話 沒有事情是做不到的 還有呢 我昨天就做了一個預告 在新聞台 一會兒十二點鐘 在大巴桃 我就會說究竟 Buno 我昨晚做出那個 配音的訪問 有什麼玄機 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訂閱 讚 名按讚 按讚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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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要做到 啊 我今天 一段時間 要做到 你 不得